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又到周末假期 抢挡芯片带您抢先看 热血电影《破风》 集结台中韩三大型男 彭于燕 催使缘和窦销 饰演有革命情感的专业单车手 却为了争夺胜利勾心斗角 清洁紧张刺激 另外睽違多年 惊奇四超人以全新阵容 推出系列第三部作品 四个年轻人冒险穿越宇宙时空 意外获得超能力 身怀绝技的他们 这一回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它是我们的职务 我们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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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迷半世纪的超级英雄漫画 惊奇四超人 再度搬上大荧幕 好莱坞新秀 麦尔斯泰勒 饰演天才科学家 带领三名伙伴穿越时空 没想到任务失败 四人身体产生巨大变化 意外获得超能力 联手对抗敌人 保护地球 电影打造强烈的黑暗风格 有别于前几部系列作品 清明 你以后没有信心 早就满出来了 台湾男神彭于燕 和韩团偶像崔史源 在电影《破风》 饰演职业单车手 远赴各国挑战国际赛事 彭于燕担任破风手角色 负责减少风阻 帮助史源冲刺 但也最向往史源的主力位置 两人各自较劲 亦敌亦友 最终在比赛场上 比较高下 电影《有七成场景》 在台湾拍摄 并动用通拍镜头 拍下各地美景 被誉为单车版的 看见台湾 妈妈笑得很是真 你爸爸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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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导演张作季的最新作品 《最深梦死》在本周上映 资深演员吕雪凤 在片中饰演戒酒交酬的 单亲妈妈 对两个儿子的过度关爱 反倒成为孩子负担 电影反映导演自身的低潮经历 在柏林影展及台北电影奖 获得影评胜赞 日本AKB48前成员 钱田敦子和新生代男星 燃骨匠泰 首度合作电影 歌舞祭兵 《24小时爱情摩铁》 两人在片中演出情侣 燃骨匠泰为了考进五星级饭店 偷偷在摩铁打工 没想到撞见女友 为了一元歌手梦 和唱片制作人开房间 同时间形形色色的男女 勇气摩铁相遇 展开连串谱花事件 剧情效忠待内 中央社总统报道 3 2 1剪彩 屡屡在国际服装竞赛中 获得大奖的台湾服装设计师 谷佑文 回到家乡开设服装旗舰店 邀请女神郭雪芙代言剪彩 郭雪芙对于店内设计风格 非常着迷 其实一走进去的时候 就觉得我好像来到美术馆 然后台面上一件一件的服装 就像艺术品一样展示在那里 然后就觉得非常赏心悦 不许不珍惜身色花卫洋装 既优雅又衬托拉乱气息 谷佑文说今年春夏作品灵感 来自电影《迷情花园》 主要呈现阴郁黑暗又迷离的爱上气氛 我今年春夏作品来自一部电影《迷情花园》 那在那部电影中的男主角在一个花朵盛开的花园之中上吊自杀 所以在这个系列之中的花卉除了象征就是花卉盛开的部分之外 它也有象征死亡的部分是比较阴郁色彩的花卉这样 那这个主轴贯穿了整个系列的精神 那最主要是我觉得它使用的是创新的手工密集花朵雕刻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其实因为《迷情花园》它里面有屏幕是属于到忧郁黑暗的那个状态 那我觉得它有把爱上的美丽呈现在这服装上面 谷佑文擅长引用特殊材质 在服装上呈现类似立体雕刻般的图样 在国际服装界大放异彩展露光芒 开幕仪式上谷佑文除了向现场来宾逐一介绍作品 他也穿着自己设计的衬衫和西装外套 展现强烈的颜色对比和前卫的思考概念 装饰记者韦叔 潘志毅 孙仲达 台北报道 由子弹机男神支撑的艺人祖雄现身办公室 和坟令族亲密互动玩自拍 台湾三星推广高阶智慧手机Note4 近期展开连串办公室快闪活动 请来爱健身的祖雄示范如何边滑手机 边练出坚实曲线 祖雄更示范进阶板 同样坐在椅子上双腿靠拢向上举 透过维持平衡训练核心肌群 现场女员工跟着做一遍 直呼真的不容易 你一样可以滑手机 好 祖雄放手了 你刚刚放手了 放哦 三星举办企业快闪活动 行销Note4 外界推测Note5将在8月开卖 其他手机品牌也相继发表新品 年初在大陆亮相的小米旗舰机Note 23号正式登台 搭载5.7寸萤幕 1300万相机画素 内建水平仪模式能自动校正构图 独家的阳光屏技术 使用者在阳光下也能清楚看见显示萤幕 很少有手机可以在这么轻薄的机身里面 做出前后双曲面玻璃跟中间金属的工艺 那这一次我们所采取的前相机 是用400万大MUMI的相机 所以它有36级的智慧美颜 所以自拍非常非常的漂亮 另外本土手机大厂宏达电也不甘示弱 推出新机HTC One E9 DualSync 配备5.5寸大萤幕 和小米Note一样都是1300万画素镜头 支援双卡双待 但售价万元有找 要抢攻中阶智慧型手机市场 中央社记者江明念台北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想遇全球133年的格雷万腊像馆 继巴黎蒙特罗和布拉格之后 在南韩首尔设置亚洲第一个展馆 首尔腊像馆集结寒流四大天王 全项羽 张东建 裴永俊和安在序 还有红遍全球的南韩鸟书赛 RAN和金泰西小情侣也难得通场 另外武打巨星李小龙 陈龙 好莱坞最受瞩目夫妻党 布莱德比特和安杰丽娜球力 也是活灵活现 蜡像馆是由法国和南韩娱乐公司 攜手打造 每一座蜡像都是揣摩真人 或是3D模拟 制作时间长达半年 每座的制作费更高达1亿韩元 刚开幕的蜡像馆有80多座蜡像 预计每年再增添4到5座 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 男主角金秀贤的蜡像也已经完成 展出时将搭配播出主题曲 My Destiny 让游客跟都教授分身 来一场美丽的卸购 主要世界也将远真收尔报道 曾在转播中华队国际赛事 一句好想赢韩国 LESA LIVE现场的知名棒球主播徐展元 近期跨足出版推出新书 桃圆发表会现场 在地中职棒球队 LAMINGO桃圆球星 包括许明杰 林鸿玉等 也出席相挺 LAMING GIRLS跟线上热舞 炒热全场气氛 许展元出书记录自己 二十年的转播经历 谈到印象最深的 当然也包括著名的 2013经典赛中韩战 印象最深刻的棒球赛 是2001年四棒赛 季军战曾经封双响炮 我们打败日本队 而后是在中华职棒 嘟嘟潘威伦的 无完打无十分的比赛 是我播的 然后2013年 当然中华队跟韩国队的那场 WBC的我们被逆转的比赛 但是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比赛 新书也加码爆料 在泪撒主播台风波后 许展元就被禁播中华队赛事 如今回想起来 他仍有些许遗憾 被禁播中华队真的是蛮伤心难过的 在那个时候 但后来现在也有很多不同心的尝试 也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新的一条路走出来了 尽管一播报风格独特 球迷评价两极 但许展元创意十足 夸张多变的播报style 仍在棒球转播领域 闯出一片天空 中央设计者张欣慰投缘报道 节目最后带您关心天文消息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 鹰鲜座流星雨 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天文爱好者和摄影家 捕捉精彩时刻 今年即将在8月11号到14号登场 12号进入观赏高峰期 将有机会看到每小时100颗流星划过夜空 被关心迷誉为是夜空奇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